都是我的快递 都是我的干粮 干粮到了自己做饭 都自己做 都自己在车里解决 干嘛呀 这你妈给你买的吗 你里面有一个房子 这样呢 这两个是你 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女人最喜欢的 女人最喜欢的 这两个是男人喜欢的 看一下是萨 这是一罐 低脂的沙拉酱 零脂肪 我自己拌生菜吃以后 自己拌沙拉吃 这是萨 这是面 蕎麦挂面 也是第一只的 太狠了 拿出来 这个有点难拆 这个 嘉宾能不能给我去拿一把剪刀 快去 有没有 两箱 两箱的牛排 傻掉 吃完晚饭 我们来看 看了奶奶 奶奶心情的保姆 在外面跳舞 上滑步 明天呢阿婷就准备出发了 今天呢前面 还有人结婚 看到没有 挺漂亮的 我还看了奶奶的那个挂历 就是那个农村里面用的那种日历 会写着风水啊 还有黄道集日的 明天看了一下 是黄道集日 诸事可行 就是明天干什么事情都可以 6月7号 黄道集日 诸事可行 诸事可行 所以就明天走了 明天是个黄道集日 哈喽大家早上 今天呢 阿婷准备出发了 今天是6月7号 昨天看的嘛 黄道集日 诸事可 干什么事情都成 所以今天呢 下午就准备 出发 天气不错 这两年时间嘛 每次出门都是下雨 但是今天呢 第一次出远门 没下雨 万里乌云 大好的天气 我把东西收一下了 把这 把我的充电器 收一下 走之前去把水加一下 哇 OK OK 把水加满 电呢 其实没充满 但是今天天气不错 如果今天走的话 应该行动送店 能够把车给充满 所以没什么 没什么大问题 完饭了 我把这个平原车 放回去 带不工具 肯定要带 这车子停在家里面 两个多远 用的没怎么动过 一共在家里开了 估计100公里都不知道 充电器 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早时会 早时会找不到 现在电的充电小率 老高了 就是接近400W 说明今天天气有多棒 好 看一眼后面下你看 吊椅 桌子 水管 凉 遮阳伞 然后椅子 还有一些鱼具 在最下面 今天天气真的老热了 我浑身是汗 车里面整了一会儿 天气太好了 挺好了这天气 走了小白走了 妈妈在帮爸爸整理房车呀 嗯 爸爸要出发了 爸爸要出去 出去赚钱去嘞 嗯 好了吗 爸爸要出去赚钱了 你在家里要听妈妈话 知道吗 爸爸 好了吗 好了吗 抱一下抱一下 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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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乖一点知道吧 嗯 乖一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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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搞定 全部搞定 榴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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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送起来呢 你给奶奶打了回来 你赶紧 你赔呀 赔呀 快打起来 你不要去赶 你赶紧 给我起来吧 有缘啊 你赶紧 你赶紧 我赶紧 我走了 你嘉明啊 啊 拜拜 唉 好的 临走前 嘉明还把我的冰箱 给整坏了 也不能说整坏吧 反正有一根杆子被他给弄断了 就是我用来放酱的 那个杆子被他弄断了 老气了 害得我只能拿胶布整一下 他这有啊 五十五年就弄过来 走了走了 到处去 啊 路他们已经不正了 这个没有感情的吧 今日一别了不知道何时再见了 好吗 走 想着咱们第一站去哪呢 其实我要不去的近一点 我家隔壁分化 怎么样 凤华那边蒋介石故居 可以大家再去看一下 好吧 溜达一下 毕竟刚出门嘛 两个月没有 两个月没出动啊 心里面还是挺那个的感觉跟第一次出门一样好紧张啊 你先找个静点的地方 好吧 先找个静点的地方 蒋介石 走着先去加个油 先去加个油啊 像阿婷家去凤华的话也挺近的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去蒋世宗 蒋世故居吧 嗯 反正也是凤华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 现在开发成 就是蒋介石以前在凤华的一个故居吧 从这边过去呢 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从我家开过去 那也是比较近的 六七十公里 我们就在凤华逗留一天 今天可能还不行 得明天了 因为现在过去已经是 现在已经是下午接近两点钟 到那边估计得三点多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去参观浏览一下蒋世故居 然后到时候看吧 如果今天来不及的话 咱们就明天 明天去参观